另外带你来看联电在昨天的法社会暴行 那么今天的股价也很强势 早盘一度攻上了涨停 那么目前虽然稍稍有掉下来 不过还是是红盘的 那么联电的第一季牟利率也冲破了40% 甚至EPS还创下了新高 那么联电展望后市也是相当的乐观 说持续跟客户签详 联电ADR27号反弹大涨3.2% 28号在台股一样强势股价早盘 拱顶亮灯涨停 反映联电法社会利多消息 低级牟利率达到43.4% 登上22年来的高峰 每股纯益1.61元 创新高 联电释出强劲的营运展望 全年营收年增至少20% 产品平均单价年增率上看16% 并且持续和客户签长约 对明年展望也很有信心 但股民望不掉的是 今年1月法说过后 股价从6字头一路跌到4字头 如今终于回神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指出 市场担心明年下行周期重演 但时空背景大不同 自从联电团队改变公司脱胎换股 拭目以待联电是否能还给自己一个清白 以台积电来讲 那目前不管是在第二季 或者是全年的一个预测上 那么都还是呈现 那么较为强劲的一个成长态势 而在联电的部分 那目前产能利用率 持续是维持在满载的一个水准 不过护国神山台积电27号收盘527元 创波段新低 市值跌破14兆元大关 跌出全球前十大 目前占据第11名 晶圆双雄持续力争上游 二哥用超越猜测的高标成绩 还晶圆股价一个公道 带动半导体族群士气 三里新闻杨超成李文科台北报道